今天有请BABY和周深 Let's go 尽可能得答对一下啊 等我们的好消息 会是什么类型的题呢 不期待 哎 我们能看呢 哦 可以有的看两位 好 马上要为两位去题 这套题是一道音乐题 是你的瞧瞧 是吗 我不行 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 是由八九十年代著名的 OST 歌手李懿君也唱的 好陌生的名字 对 他的代表作有 平剧 婉君 你歌你还名叫婉君 听过吧 完了 来 请放音乐 哎 这不是 《还珠格格》里面了吗 《我向你飞雨蝶》 收视新生已经知道什么歌了 你 我眼见的沉默 一直往下走 却不念 这叫雨迪啊 你们实际年龄是九零号的吗 都 取报了吧 她改词了吗 假墨寂寞中谁来爱我 谁又在远处的陈佑 可能问你几个字几个我 就这种问题 这么难 因为她问题就是很另类的一种 不会知道我们笔词吧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环珠格格是吧 假墨寂寞 他在想什么 这是雨碟啊 他在想 这首歌是重新新的版本 是吗 对 因为环珠格格里面的歌词不是这个 沙漠寂寞 什么沙漠寂寞 什么什么挽留 沙漠寂寞 没有人挽留 这应该不像歌词 不像歌名 真不知道 周深是最擅长拆歌名的 到这都外泥了 我们去了 还有 痛苦 痛苦的温柔 悲伤的温柔 是哪个 哪个 悲伤的温柔吧 简直到这都不好玩 简直到这都 不 悲伤的温柔 我说我也可能 不是俩都是不玩这个 那我们 在瑞扎公布下这首歌的答案 好 我们说的最多的四个字 沙漠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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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挽留 应该不像歌词 不像歌名 沙漠寂寞 周深对了 你看 这真的是有这首歌是吗 就是不同版本 对 这首歌是李毅君发行于 1998年1月1日的 《沙漠寂寞》 然后环珠格格的片尾曲 《雨碟》 是重新填的词 对 是穷瑶在原曲的基础上 重新填词 所以她是在女爹之前的 周深刚猜到了 她说了一嘴 她觉得这不像那个歌名 自信一点嘛 这个怎么可能能赢啊 很遗憾 知道你两位回答错误 谢谢 所以你们要临走两张 谢谢 谢谢 有两张好开心 谢谢 谢谢 哇 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四个字 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直在穿 对 穿莫寂寞 青春年 1977的 十七岁不哭 这是李晨 真的吗 晨哥十八岁的时候 拍的这个 咱俩这是啥 星期 星期和那个 他怎么拍吧 小谷队出的 小谷队一九九一年 1991啊 那我们有一个确准的时间线 晨哥应该在他们方面 这一道题是一个选择题 选择题 乐山除了乐山大伯之外 鹅梅山也非常有名 而在鹅梅山上有很多武侠故事 周芷若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请问以下哪个角色 不是周芷若 这个是黎子版的周芷若 主下留情 哇 你厉害啊 原来我看过 哦 现在就他俩了 你们选吧 二选一 第三个 从色系上来讲 跟其他的人有点跳脱 第三个周芷若 什么 周芷若 九 九几版的周芷若 第二几个 你们真没有 你们没经历过 我觉得好像在四和六中间的 四是周芷若本弱 六是周芷若 四都是本弱高原的那盘子不知道吗 这是高原是吗 对啊 哎呀你快把眼镜摘了你 我觉得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真是周芷若 第三个 我真的觉得是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没有印象 室内不是你小吗 哈哈 比小 比小没印象 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 你信我 我我等到答案公布的那刻 你选吧 反正 反正第一个和第三个里面 肯定有一个不是 那我选第三个 你看他第三个是个坑 就让咱们往坑里面 确认吗 确认 蒙的吗 蒙的 好 嗯 恭喜回答正确 哇 恭喜给大家正确 哇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来吃掉 你是在哪里看电视 是不是第三个 对啊 对 你看你看 就是记得早 忘得也早 哈哈哈哈 杀爹信誓旦旦 真的是 吃个坑 只能说那个时候我年纪也小 记忆不是那么清晰 第一个是1986年邓翠文版的 你看我就说他们经常会用一些香港的 老一点的去误导你 你是不是认为我周芷若 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欺负的女人 其他都是对的 第三个是吴倩怜 但她的角色不是周芷若 是小龙女 姑姑 我这一生一世 我心里面只喜欢辜负你一个人呢 姑儿 都是我不好 恭喜 两位回答正确 那么你们这一环节 只需要领走一张实践卡 但你们抽一张吧 一张 好 孟佳 蔡徐坤 请前往达体区 我希望又是一个 三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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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音乐然后回答问题 这什么剧来着 青青河边跑啊 青青河边跑 熊瑶的吗 你看这年代 年代感一下子 对啊 青青河边跑 请听题 请问刚刚以上段落当中 歌词里一共有几个啊 几个啊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种题 能问你里面有几个字 几个我 因为他问题就是很令人 你还能再听吗 你是预言家吗 不能再听了 当然不能再听了 只能听一次啊 一共有几个啊 几个啊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种题 这反正一个肯定是有的嘛 我们先一个是有的 然后 哗哗哗哗 哗哗哗哗哗哗 是吧 哈 啊 21个 对21 这首歌舞台有样的 哎我为什么是22 2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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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再唱一次 22 再唱一次再唱 等一下你每一遍唱的都不太一样 是一样的 你真的听过这首歌是吗 听过 再一下 22 21 22吧 相信他 确认吗 确认 确认 恭喜回答正确 这样不行啊 我都说了 哇厉害啊 恭喜回答正确 这么厉害啊 恭喜 所以你们这一题只需要带走一张时间卡 你抽一张吧 谢谢 好 怪客去的 已经那里去了 然后去到我们的台序区 台序就成了 好的 开门大机 你问你问 可以可以 你问你问你问 胡老师 林允 前往 答题区 好的 加油 我们加油 加油 行了 我踏实了 哈喽 我觉得可能你太厉害了 他们或许会换得更难吧 哇塞 千万不要这样讲 哈哈 这样讲死得很快 哈喽 哈喽 两位好 这是一道音乐题 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前后 偶像剧逐渐兴起 备受年轻人的青睐 所以这一道题目就跟偶像剧有关 好 我听过 我记得是许少海 然后她是演她演她演的那部戏 女生是谁啊 张绍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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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哦对了 女主角是张绍涵 听见了 花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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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薰衣草 对 但是呢 我们的问题跟这些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这更坏 我马上改改问题 这首歌 所对应的影视剧名 是一种花的名字 请问这种花的花语是什么 花的花语是什么 对 啊 薰衣草是那个睡眠好 哦薰衣草是吗 对 花语是 睡得好 睡得好 这跟你是一挂的 薰衣草的花语 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呀 难忘 暗恋 暗恋 我听到白露的声音了 白露你大点声喊 白露你大点声 凯哥送暗恋 她说是暗恋 那就是暗恋吧 那就是暗恋吧 确认了啊 我的确也没有答案 很遗憾 回答错误 这部电视剧叫薰衣草 刚刚听的歌是主题曲《花香》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 暗恋也可以解释啊 暗恋不就是等待爱情吗 暗恋不就是等待爱情吗 对啊 怎么暗恋就不等待了吗 好的 很遗憾 好的回答错误 所以这一题 两位要再读两张事件卡 好的 然后请到台式去进行台式 你拿着 不是张少涵 她前面告诉我 如果不是张少涵的话 我就不听白露的了 请问我们是音乐题吗 对 你们的题目不是音乐题 好的 好的 在乐山方言中 乐 绿 落 等多个字的发音都很相近 请听一段音频 选出下列哪个词 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 请听 啊 prof融 industri looks loose fits a lot 我觉得 你们的筷业 就是 旅定按照 配合 入三ione 意思 wuk 塞了房也就是这么绿 绿色的绿不是绿色的绿 来请看题目 请选出下列哪个词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 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 露水是有的吧 有有有应该有 诺言的诺 落实的 露水的 因为这个题比较难我们再给你听 啊好吧啊好好来 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 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 一样 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 露水的露不是露营的露 露营的露不是露眼的露 露三的露就是这么露 那没有A啊没有A 确认吗确认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ust 那没有A啊没有A 确认吗 确认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最难的题 来吧 我们都知道 石在四川 胃在乐山 所以乐山的美食是非常有名的 然而翘脚牛肉 是乐山最有特色的传统名菜之一 请问翘脚牛肉的翘脚指的是 牛在翘脚 牛在翘脚 那牛脚翘了咱们咋看得出来呀 那是抬脚 那是抬脚 做翘脚牛肉的人在翘脚应该不对 吃翘脚牛肉的人在翘脚 地 我刚才也想了地 好吃到翘脚 就那吃好吃 不是 就脚趾头都勾着 那我们就相信第一直觉吧 地 地 好吃到翘脚 地是吧 地 确认了啊 地 毕 很遗憾 回答 毕 毕 毕 你没听听吗 毕吗 毕 他就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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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很遗憾 回答错误 哪个你都很遗憾呢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请看 相传翘脚牛肉因为汤特别香 又有防病治病的功效 所以来者络绎不绝 饭店里经常没有席位 有的站着有的蹲着 当时人们站着的习惯是 一只脚搭在桌底下的横梁上 久而久之 时刻便形象地起了一个 翘脚牛肉的别称 很遗憾 回答错误 所以你要领两档事件卡 拿着吧 拿着